刀兵劫的来源 我们大家要明白,刀兵劫的痛苦是从何处来的呢?凡事是不离因果的 过去造了八苦的因,现在就要受八苦的果 了知因果的关系,就知道刀兵劫也是一种果报 可是有一部分的人是不相信万法皆有因果的道理 因为他没有研究过佛法,所以就不相信因果的道理了 既然不信因果,那么刀兵劫是什么原因呢? 凡夫的智慧只能知道现在 世间凡夫的看法与圣人的看法根本上是不相同的 凡夫的看法分为两种 第一种 他认为刀兵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所造成的 这是想要政府世界而引起的战争 再一种的看法是认为 国内的野心家不守本分 扰乱内部的治安 汉国造反而引起战斗 所以就发生了刀兵的几乱 一般的凡夫以为这两种就是刀兵劫的原因 其实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 不过是一种祝缘而已 既然刀兵劫是缘 那么它的因在哪里呢? 这不是普通人能够了解的 一定要智慧高超的圣人方能了解 圣人的智慧可以见到往昔 佛法无边 只有佛教才能够把为什么会发生刀兵劫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举一个比喻 拿一粒瓜果的种子种在土地里 这叫因 后来种子出芽长大 瓜果成熟就叫腹 祝缘就是帮助成长的机会 好比种子 种了以后就要浇水 日晒 施肥 才会结果 所以必定要有阴 有缘 才会结果 这样看起来便很显明 见到果 就知道因 好像见到瓜 就知道瓜 是由瓜的种子生起来的 现在所以有刀兵劫的果 也是过去造了刀兵劫的因 诸位要知道 刀兵劫 既然接着是沙果 它的因 当然是离不开沙因 再加上帝国主义者 和野心家的助缘 就发生了刀兵劫的果 但是这种的因 凡乎是不知道的 只有佛菩萨才能够了解 这并不是空假 也不是推测 佛菩萨是有天眼封的 所以看刀兵劫的因果 看得很明白 了知众生自古以来 断不了沙业 没有一个不沙生的 而沙生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沙 一种是间接沙 造了这两种沙业的因 积久了遇上了圆 就结成刀兵劫的果 那么什么叫直接沙 跟间接沙呢 屠夫直接沙猪 沙羊 沙牛 叫直接沙 因为我们天天要吃肉 屠夫才宰沙 他是为我们而沙的 这叫做间接沙 这两种就是沙鹰 杀生的主犯 大家都以为直接杀的最重 吃肉的人罪就轻 这是不对的 政府的法律 犯罪也分为两种 也就是煮饭跟从犯 煮饭就是自己去做 从犯就是帮凶 可是直接沙生的人是煮饭呢 还是间接吃肉的人是煮饭呢 这是不一定的 譬如屠夫自己杀了猪去卖的时候 这时候屠夫就是煮饭 买肉的人就是从犯 但是肉不够卖 买肉的人还是很多 屠夫就再杀 这个时候呢 买肉的人变为煮饭 而屠夫就变为从犯了 所以有怎么样的因就各自得到因果的果报 现代的人比古时候的人不肯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 从前不但普通人怕因果 就是屠夫也是害怕因果报应的 所以他要杀猪的时候 嘴里头就念念有词的说 猪啊猪啊你莫怪啊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我不在 你向吃的人去讨债 你看 杀猪的人不是也怕猪来讨债吗 但是猪究竟是要向吃的人去讨债 或者是对杀的人去讨债呢 俗话说得好 冤有头 债有主 所以吃有吃的果报 杀有杀的果报 刀兵节的状况 刀兵节的状况 可是时间久了也就忘掉了 有的人根本没有见过 不知道刀兵节的可怕 所以现在把刀兵节的状况分为四种来说明 一 杀人 古时候打起章来 老百姓就跟当都的一起生死 对方一旦攻入城内 无辜的老百姓也和士兵一样被杀死 发生屠城悲惨的事情就是如此 有的人就会说 古时候已经过去了 现在则是没有屠城杀人的事情了 要知道现在的战争是立体战 比起从前还要更为厉害 更悲惨 现在贾国制造原子弹 乙国也制造了原子弹 那么请想想 制造原子弹的目的究竟在哪里 是否将原子弹永远放在仓库里呢 假如一粒原子弹从空中投下来 什么人都是不能绝对保证自己 不会死在战火之下 二 放火 自古以来 有战争就有放火 现在有什么汽油弹 烧一弹等等的武器 是专门为烧毁对方用的 一旦起了火 不是烧死 就是房屋财产 通通一概烧光 三 家破 人们为了避免战乱的伤亡 就要逃避 所以家庭也就破碎了 好像中国大陆的同胞 他们在故乡原本有很多的田园 万贯的家财 都是因为战争不能够带出来 而流亡到台湾 四 人散 炮火逼近城内 大家都赶紧想要逃走 一手拉着儿子 一手拉着女儿 车站 马路 人潮挤着水泄不通 车开了 耳朵里听着孩子的哭声 也是没有办法 父母 妻儿 兄弟 都离散了 刀兵节 就是这样的状况 中国大陆的同胞 则比较明白一点 因为中国在六七十年以前是军阀作战 这一省跑过那一省 接着又发生中日战争 飞机炸得家破人亡 台湾也有少数人尝过这种滋味 现在刀兵节虽然还没有到来 可是刀兵节的因造了太久 一旦遇上缘 就会爆发 但是当刀兵节的缘未来以前 也有办法挽救 不过多数人是不信刀兵节的因果 那么也就爱莫能助 古人说 和气至详 利气至乖 意思是说 和气就会吉祥是好的 利气至乖是不好的 冤魂是会来讨债的 上面说的屠夫之词 你想想看 要向吃肉的人去讨债 因为欠他太久 他就要来讨还债务 还什么债务呢 那就是刀兵节 说到这里恐怕大家不相信 再举一则事实来证明 宋朝高僧入定后观察 得知安阳将发生刀兵节 在宋朝徽宗皇帝时代 北方的金兵向南攻下来 所到的地方都通通被金兵焚烧残杀 尤其是河南的安阳镇 所遭受的灾祸最为惨重 当时在安阳的地方 有一位高僧能入定观察因果的事情 安阳的人觉得这样惨重的灾难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其中必定是有缘故的 就去拜问这位高僧 高僧就对大家说 因为安阳的人过去所造的沙业 比别的地方多的缘故 所以这次所遭受的刀兵节灾祸 也比别的地方厉害 可是这个沙业的报应还没有尽 刀兵的灾害还会继续而来 你们安阳的人赶快回心转意戒沙 就可以减轻将来的恶报 但是安阳人大家都不相信这位高僧的话 依然还是大杀特杀 以后连续好几年冰火连绵 安阳人民都是惨遭特杀 后来才相信这位高僧的话是对的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则公案就证明了 杀生是阴 刀兵节是果 戒杀的次第 戒杀是熄灭刀兵节的根本办法 现在刀兵节也已经摆了眼前 刀兵节是从沙音而来的 我们应该不再造沙音的 叫做戒杀 以免将来受到刀兵节的痛苦 这是根本的办法 这是根本的办法 有刀兵节是贡业 但是也有贡中的不贡 意思是说 别人都造沙业 唯独我不造沙业 我就不和别人同受贡业的苦报了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 我没当屠夫 我也不杀生 但是要我不吃肉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呢 你不杀生很好 那么我给你介绍方便的方法 因为刀兵节有三等的灾难 戒杀也有三等的功德 上等的功德就会熄灭上等的灾难 中等的功德就会熄灭中等的灾难 下等的功德会熄灭下等的灾难 上等的功德是常言如素 要是做不到就必须要看你怕阴 中等的功德是六月十二月 以及每天早上吃素 这样假如做不到就做下等的功德 下等的功德是十斋六斋随份花斋 以及佛菩萨的圣诞日吃素 最少限度也要吃三斤肉 什么叫三斤肉呢 所谓三斤肉就是 不见杀 不闻杀 不是为我杀的 有一家素菜馆 挂着这样的一幅对联 很有趣味 上联是 持斋一日天下杀生我我分 下联是 债有谁知 带两只脚骨金还 意思是说吃素一天 今天被杀了几千万的活物 也没有我的罪分 讨债还债 什么人能知道呢 你看牛羊头上的两只脚 自古一直到现在 都是讨了再还 还了再讨 我们想想看可怕不可怕 奉劝诸位 为了消灭正将来临可怕的刀兵劫难 赶快来持素 赶紧要戒杀 要知道 千百年来碗里更 冤身四害恨难前 欲知世上刀兵劫 世青图门夜半生 这是真话 因果是可以转变的 因果的定律 一 因果定律是不消灭的 有的人必定会想 既然因果可以转变 那就似乎不合佛法的道理 佛法是讲有因有果 因果定律是不消灭的 为什么说因果可以转变呢 对 因果定律是不能消灭 经中也有一首记子说 假使百千节所作夜不亡 因缘会逢时果报还自受 意义是说 假使过了百千节那样长久的时间 个人所造的罪业是不会消灭 要知道 因与果的中间有个缘 因与缘会逢的时候 果报还是自己要受的 二 因果定律是不抵消的 有的人必定会想 假如过去作恶的很多 现在做出很多的善来抵消 也不可能吗 对 不可能 因为因果定律是无法可以抵消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一定的道理 好比一块土地上同时种下瓜种 也种下豆种 后来瓜种一定生瓜 豆种一定生豆 瓜是不会消灭豆 豆 豆也不会消灭瓜的 可是现在又讲因果可以转变 要怎么样个转变呢 知道因要断圆可转果 一要明白是理 所以 诸位要知道 因是因 缘是缘 果是果 这要分为三段来说明 因由缘而生果 现在所要讲的是缘 什么叫缘呢 我们大家想想 刀兵结 刀兵结 会来吗 诸位必定会回答 不会来的 只是刀兵结的缘 还没到 在这个缘还没成熟的时候 才可以转变因果 假使断掉了 刀兵结 未成熟的缘 就可能转变刀兵结的果报 然而刀兵结的缘 一旦成熟 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因为过去共同造的 叶缘成熟 即使你神通广大 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二要运用方法 那么刀兵结的缘 在没有成熟以前 要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 那就是要用 消灭增上缘的方法 好像大夫医治病人 要对症下药的道理是一样的 病人要是发烧 就要开良药 病人得的是寒症 就要开温补剂 所以 对症下药就是良药 假如病人得的是热病 却用补药 得的是寒病 却开的是良药 这种医生啊 就会害死人了 要知道 受刀兵结的报应 是过去造了沙音 所以要受沙的因果 现在只要断沙音 就没有沙缘 没有沙缘 就不接沙的果报 就不会发生寒兵结 这种断缘的道理 大家如果听不明白 这里就举一个故事来引证 过去有一个地方 有一座寺庙 有位法师在那里讲经 同时有一个曾经造了大罪业的人 听完了经就去请问法师说 我过去杀生害命 已经造了很大的罪业 现在该怎么办呢 法师就教他说 你要真心流露 发心忏悔 现在还没结果 断缘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人只知道因和果 不明白缘的道理 法师就善巧方便 拿一包吉里给他 教他种在四后空地的东西 两条小路边 并且说 东边种的吉里 要撒石灰 不要浇水 西边种的呢 要天天浇水 法师又交代他 每隔五天 要光着脚在上面走一次 东边走走 西边走走 这个人头一次 东走走西走走 并没有什么感觉 法师就再叫他 西边依然天天要浇水 东边呢 依然是不可以浇水啊 再隔五天 也是要光着脚 两边走走 又隔了五天 这个人也是如此的走来走去 这个时候 他忽然看到西边种的吉里 已经长出芽来 再过五天 看到芽已经长了三寸 而且开出了黄花 他仍然是走来走去 再过五个星期 在西边赤足走的时候 就被吉里的刺刺得不能走了 法师就问他 东边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那个人回答说 不感觉什么 法师再说 东西两边都是吉里种子 为什么东边能走 西边却不能走呢 这个时候 他才恍然觉悟 原来东边撒的是石灰 而且又不浇水 因此断了圆 就不发生作用了 而西边的吉里天天浇水 这水的增上圆 就发生了力量 所以显然是同时下种 东边的不发芽 而西边的却很茂盛 这就是 有圆则生 无圆则密 因果是可以转变的道理 断圆的等级与次第 圆要用什么办法来断呢 断圆的次第可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功夫 下等的功夫是从今天起不再杀生 吃三斤肉 就是吃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的肉 如此做到就是善人 中等的功夫不但不杀生 并且持藏素 这样做到就是等于自度的阿罗汉 上等的功夫不但不杀生 吃藏素 并且更进一步要放生 救他的生命 这种人等于是利益众人的菩萨 以上的三等功德 可以随缘量力而为 现在我们在分别的述说如下 一 下等的功夫 断圆戒杀 容易行 所谓 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新疆 我们先讲容易行的下等功德 要从断圆戒杀做起 古大德有两句记者说 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疆 意思是说有肉可吃就吃 没有肉就算了 随缘就会消掉旧的罪业 千万不可为了要吃肉而再杀生害命 又造新的罪业而去受灾殃 《大藏经》中有一部婆娑论 其中有一句说 若一日一夜持不杀戒 当于来世中绝不欲刀兵结 你看只有持一昼夜的功德 就这样大的不得了 何况是长持不杀戒的功德 其非更大了 话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会问你 听你说不杀生是为了避免来世的捷报 要是希望现世就避免刀兵结 是否可能呢 我的答复是可能 有一则故事可以做证明 从前有一个人搭了一只船出门 在船内看见船主的木桶中 有两条活泼泼的人 在水桶里有了有气 可能中午就要杀了吃的样子 这个人就对船主说 你这两条鱼卖给我好吗 船主说 好啊 但是这鱼的价钱很高啊 两尾要三百钱 您什么时候要吃 我就给您烹煮 这个人就拿出三百块钱给船主 买了这两条鱼 一时不忍心吃它们 就说 我今天不想吃鱼 请你不要烹煮 隔了一天 船主又问他 你今天煮鱼吗 那个人就回答 不要不要 我今天吃观音斋 其实这个人并不吃观音斋 他是眼看两条鱼 在木桶中游来游去 还可爱的 所以不忍心吃它们 杀了他们烹煮更是觉得可怜 所以才撒谎说自己吃观音斋 最后他终于把鱼放入江中 使他们获得了自由 又隔了一天 船正在大江中行驶 忽然之间 黄蜂大坐波浪滔天 满船的人都惊苦万分 在贵贵败败喊救命的时候 忽然在云中献出假斋 这两个字来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有人就这样问 我们船上是什么人吃假斋的 是什么人 这样的问了好几声 这个人想 我假吃观音斋 一定出饭的天条 如果隐瞒不说 岂不是害了大家 所以就及时高声地回答 是我 众人就说 你下去吧 结果就把他推下水去 这时说也奇怪 不知道何处飘来了一块木板 那个跳下水去的人 竟然安然无事地抓住了木板 一阵大风就把他刮到岸边 被人救了起来 再看看那只船 却经不起那阵狂风急浪 一吹而翻身 船中的人 通通都沉入江底喂鱼了 我们大家想想看 这个吃假斋的人 只是生起了一念慈心 就救活了自己的一条命 二 中等功德 断圆兼速 较难行 再说中等的功德 不但要戒杀 同时还要速食 食行起来 比较前面的稍微难一些 因为人生下来 就有肉食的习气 要断肉食是很难的 不容易断怎么办呢 这必须做下面几种观想 一恐怖刀兵节的来临 请问大家怕刀兵节来临吗 要是害怕 这碗肉放在我面前 应该观想 当时这个畜生被人窄杀的时候 是如何的恐怖害怕 好像刀兵节来一样 为求避免遇到刀兵节 我就不吃这碗肉 这是第一步的观想 第二次的观想 一旦战乱发生 敌兵来的时候 人民被捆绑起来 是何等的可怕 这个时候应该观想 想 这碗畜生的肉 当时被人买去 把它捆绑起来的时候 是何等的可怕 为了避免 为了避免被贼抓去捆绑 我 我就不吃这碗肉 第三步的观想 每个家庭都有父母 兄弟姐妹妻子眷属 要是一旦被贼捆绑去了 六亲眷属欺离子善后的悲伤 是多么的痛苦 这时候就应该观想 当时这畜生被人捆绑捉去以后 他的眷属悲悯哀好时的可怜象状 这碗肉我就不忍心吃了 四恐怖自身的被杀 第四步的观想 假使我们这个身体被人要杀死的时候 个人的心情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个时候就应该观想 当畜生被宰杀时的流血 以及在刀毡上切剁锅子里烹炸煎煮的痛苦 为求自身避免被人杀 这碗肉我就不敢再吃 假使这四种观想做到了 不但不想再吃肉 更进一步的就会发怒忏悔 过去所做不对的行为 并且以后永远断除肉食了 三上等的功夫断圆放生 护难易 一圣造七级浮屠 再说上等的功德 除断圆之外 必须坚行放生 佛家有句话说 就一众生 盛造七级浮屠 七级浮屠 就是寺庙的七成宝塔 这样看起来就知道 就一个众生的功德是多么的大 因为佛是心心念念要救度众生的 所以就一条众生的命 就和报答佛恩是一样的 我相信有人必定会想 为什么畜生也能和人相比呢 过去的剑术未来佛 我们大家要知道 六道里头 皆有过去的父母 兄弟姐妹 六亲眷属 六道就是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在此六道中 一切众生的本性 原来是干干净净光明的 因为无始染热无明 就迷惑颠倒在这六道中 生了死 死了生 头一次胎 就有一次的父母 六亲眷属 自无量节来 父母眷属之多 是无法可以算出他们的数量 因为凡夫一投胎 就有隔音之谜 自己看不出来的 既然是看不出来 为什么能够知道呢 要知道 这是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是开大智慧 大彻大悟的大圣人 佛眼看得清清楚楚 他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一旦遇到了佛源 信佛学佛就能够成佛 所以说一切众生不但是过去父母 也是未来的诸佛 你要是放他的性命 你就是菩萨 要知道 不做菩萨是不能成佛的 因故可畏 无缘不生 吉离绝水 难忘结成 这个记子是说 过去所造的许多恶因 固然是可怕 但是如果没有增上的缘 就不会发生恶果 好比前面所讲的 法师教那个人 种东边西边的吉离草 吉离好比是恶果 脚一塌就被刺得破皮流血 要是不浇水 就很难有希望能生长阶层吉离 脚塌在地上就不被刺得皮破血流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过去虽然造了很多杀生害命的恶业 只要现在戒杀护生 就会减少恶果 所以奉劝诸位 大家快快学佛 快快转变因果吧 吉祥和灾殖的原因 一 何气致祥 诸位要知道 杀是万恶之手 不但凶恶残暴 而且是伤天害理最不好的事情 俗语说 天地人三才一脉相通 意思是说 人心好比天地之心 心恶就是恶人 心善就是善人 人心凶暴 天地也会变得凶暴 人心和气 天地也会变得和气 但是人心有善有恶 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 要知道 心善就会做出善的事情 心恶就会做出恶的事情 天地和平就是和气 天地不和就是凶暴之气 人好天地好就是吉祥 人不好天地就坏 就变成灾殃了 可是吉祥的事情 与灾殃的事情 并不是忽然间来的 那么吉祥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吉祥是由和气来的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 和气致响 意思是说和慈之急 心中和和平平到了极点 不但不伤害人 连一切动物也不杀害他 和气就来了 举一个例子来讲 古时候的周文王是最慈悲的帝王 他视民如商 看见每一个老百姓都如同受了伤 受了大痛苦一样的可怜 他的心不但对活人如此怜悯 对死去的骨骸都不忍心让他日暴于尽 按当时周文王有一天到郊外去视察 看见死尸枯骨刺散的露出地面 文王立刻就命人收拾掩埋 周文王就是如此的慈悲啊 他不太爱护活着的人 连对死去的人也都爱护 所以他真是一位仁慈的圣王 再说到孔圣人的七十二位大弟子 其中有一位姓高明柴 他是个大贤人 高柴的慈悲恻隐之心 不但对于动物 对于植物的草木也是慈悲爱护 因为高柴少年的时候常常上山砍柴 他看见树木冬天落叶 就长出幼叶新枝 他就不忍心折断树枝 所砍的都是枯木干枝 所以说高柴方掌不折 到现在还是流芳千古 诸位你看 文王与高柴这两位的慈心 是不是和气呢 当然是和气 和气就招致吉祥 所以文王与高柴当时是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和气吉祥 二 利器至秧 诸位听到这里就知道和气至祥是很好 可是相反的一种是利器至秧 这句话怎么讲呢 好比有一个人一肚子的暴力之气 这个人就一定会招致灾 这个人就一定会招致灾 要是一个家庭有了利器 这个家庭就招灾 一个国家要是有了暴力之气 人民就要招灾 暴力是什么意思呢 暴力就是凶暴 凶暴到极处就会杀害动物 最初只是杀害小动物 小动物杀成习惯了 就会杀中等动物 中等动物敢杀 就会杀大动物 杀成习惯了 后来连人类都敢杀害 这样越扩张越大 接着就杀父杀母杀长辈 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前兆 所谓的利器致殃 但是天下有有智慧的人 也有愚痴的人 有智慧的人一动机 就有感觉 可以看到后来的果报 鱼痴的人有动机 不但没有感觉 就是千言万语对他说 你造这种不合法的因 后来就会结恶果 他都不听 所以经上有一句话说 菩萨为因 凡夫为果 意思是说 有智慧的人看见了因 便知道后果 就不敢再作恶 凡夫不知道作恶因的厉害 就会为非作歹 等到受果报的时候 虽然害怕 也来不及了 知鸡其神 不但是佛家说知鸡其神 古代的圣人也说知鸡其神 鸡是动机 神是明白 就是好比刚才说的 有智慧的人 一动机就知道 后来的事情是怎样的 又好像聪明的人 假使看到屋檐下的石鸡 起了潮湿 就知道雾出三天会下雨 看到月亮的周围有了黑圈 就知道要起台风了 还没下雨就知道雨到 还没刮风就知道要刮起风来 这就是知鸡其神 那么有人问说 先知道还未到的事情 那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能够先知道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么他就有先见之明 而有先见之明的把握是很好的 就好比还没起台风以前 就把宿脉等粮食先收藏起来 还没下雨以前就预备雨具 这样先准备好 如果遇到饥荒 或者是久雨的时期 就可以避免临时起了恐慌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一件事情无论是大或者是小 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就要预防 不要使它扩大起来 这就叫做防威 杜剑就是把它塞住 不可以让它发生 古人有句话说 捐捐一滴成江河 星星之火可燎原 意思是说 一滴一滴的水 积少成多也会变成江河 小小一点如星的火 也能够烧掉一片大山野 所以不可以看清一滴一滴的水 也不要疏忽了一点点如星的火 请诸位要注意的是 现在世界各国正在酝酿战乱 不相信的话请看 甲国有原子弹 乙国也有原子弹 他们发明了新式的武器 到底要做什么用呢 就是要用来杀死无量无数的生命 这就是灾殃之兆 也许有人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战乱还没有来到面前吗 朋友请不要这样讲 必须要注意 好像微微一滴一滴的水 就要把它先塞住 防备渐渐燃烧的星星之火 就要把它给扑灭 这样就不会发生大的灾害 话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说 你们佛教徒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世界大战制止住呢 这个我们不敢夸下大言 也不能制止住世界大战 因为世界大战是共业所改 必须共同受报 不过我们可以预防个人不受报应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 共业中有不共业的道理 因为不造沙因就不会受到沙果的报应 这就是杜塞他的起源 可是在今天以前 有造过杀生的因 要怎么办呢 那么你从今天起 要杜绝不杀的因 这就是断绝造杀罪的源 这样就是很好的办法 社会上的一般人都是说 你们佛教徒 当然一定说戒杀放生的话 要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 不单是佛教提倡戒杀放生 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 也说了许多戒杀放生的道理 诸位要是不相信 我可以举出一则历史的故事 来做证明 中国最兴盛的朝代是周朝的 出了很多的贤人 当时五霸强七雄出 那个时候的诸侯 每一年的正月元旦那天 都要捉了很多班鸟 来饮酒大吃一顿 当时列国的赵俭子 与元旦的时候 就把班鸟鸟全部买下来放生 有人就建议他说 你这样定期于元旦 只是一天放生的办法 是不够彻底的 赵俭子听了很有道理 就即刻下了道命令 禁止捉班鸟鸟 彻底严禁任何人杀害班鸟 并且还奖励放生 古时候旱灾就要起雨 要起雨就不许杀生禁止屠宰 那时候也知道杀生是不吉祥的 假使杀生 其雨就不灵了 所以必须要禁止屠杀 一直求到普将甘林为止 而在唐朝时代的法律上 定有专条 正月 五月 九月 这是佛教的常斋月 是不许杀生的 以及每一个月的十斋日 也是不许杀生的 在这个期间 杀生就是犯罪 但是禁止杀生看起来 只是消极的行动 更进一步便要积极的放生 我国唐朝 乾元皇帝是一位慈悲的人君 他也提倡戒杀放生 可是放生的鱼 要放到什么地方去呢 于是就想了个好办法 传出圣旨 命令地方建造放生池 全国各地方合起来 一共造了八十一处的放生池 每一个放生池都刻有碑文 所立的碑文都是有名的学者 书法大家所书写的 例如颜真钦等名人 现在他们的字帖 还流传着世间呢 在举一位宋朝时代 天系年间的真宗皇帝 也是一位仁君 因为王安石战乱后 他就出圣旨招令天下 每一个县建造一个放生池 例如 现在的浙江西湖 就是当时国家所造的最大的放生池 但是可惜现在变成养鱼 钓鱼的杀生池 从历史上看起来 唐宋两朝 可以说是中国放生最兴盛的时代 个人所富的杀债 话说到这里 有人就会说 还好 我老早就不杀生了 在因果商来说 我是不受杀生的报应的 朋友 请你慢点欢喜 说你不受杀报 要知道 每一个人的杀业重重 实在是难以数计 你说你不杀生 我现在就来为你算一算 你刚出娘胎之后 你母亲恐怕母乳不够吃 就杀几只鸡来补一补 你满月汤饼会上艳客也杀生 到了长大成人订婚的时候 要杀生 结婚之日更大杀特杀了 从前上学的时候 琴老师也要杀生 后来出社会做事业 也要杀生请客 到四十岁五十岁做寿的时候 要杀生 一年四季过年过节 例如 三月的清明节 五月的端午节 七月的中元节 九月的重阳节 这都要杀生祭拜 忽然间客人来了 也要杀生艳客 而有病的时候吃不下去 就要杀生换换口味 病好了 也要用当归鸭来补养补养 病提好了 要答谢医生 也要杀生 而人生 有生必有死 一命呜呼哀哉 在告别室那天呢 则是更加的大杀而特杀了 请诸位想想看 对不对呢 以上十几种条件 虽然 虽然自己不杀生的人 也多杀生 每天无弱不欢的人 则更是天天杀生 这样的人更是说不清楚 我们大家现在做人杀生造业 前生做人也是这样的杀生造业 乃至多生以来造的杀业 是重重无尽的 杀一条生命就结了一条冤魂 时时刻刻 都在你的身边等候机会讨命 不但是外来的冤叶在讨报 而自己的杀业 种在八十田中 随时都会发芽 起现形的 也就是造罪的种子 时时刻刻 都要牵引你去受报应 朱要知道 要是一团和气 就招吉祥 要是暴力凶恶 就招栽殃 假使天天杀 大杀特杀 是和气呢 还是凶暴 所杀的冤魂 天天要讨命 是吉祥呢 还是栽殃呢 请大家自己想想看 听你这样讲 我很害怕 那要怎么办呢 朋友 你也不必着急 现在祸患还没来 栽殃 还没有起 只要从今天起 不再杀生 好比星星之火 用水浇压下去 就及时熄灭 不会延烧了 那么冤魂来讨债 怎么办呢 你要相信佛法无边 自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超度他们 因为拔度他 使他转头人道或天道去 就不来找麻烦 我这样讲 有人必定会说 你说戒杀 就可以杜塞住乱源 我是可以相信的 但是你们佛家说 佛经可以超度王者 这个我就不相信了 大家要是不相信 我就举两个事实 来做证明 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 他于《足疮随笔》这本书内 亲笔记载了这一则公案 有一位姓曹的小姐 嫁给姓文的青年为妻 文家养有很多的鸽子 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条大蛇 要吃鸽子 当时给曹小姐的婢女看见了 婢女就立刻拿起一块大石头 把大蛇给打死了 谁知道大蛇死了以后冤魂不散 过了两天 蛇的魂就扑在婢女的头里说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 曹小姐看了很是害怕 家中的男子又都外出不在家 曹小姐就跑回娘家 将父亲请来文家 对婢女大声骂道 你在这儿乱闹些什么 我不是乱闹啊 我是要婢女还我的命 因为前天我要吃鸽子 她不让我吃 又将我打死 所以我要讨她的命 你是蛇要吃鸽子 你是一条命 鸽子也是一条命 救她的命 伤你的命 一命一命 这是应该的 你是畜生 她也是畜生 你向她讨就好了 你何必要人还你的命 这是不应该的 我不是蛇 我是晋朝以后梁武帝的荆州武将 因为鱼猴锦作战死在沙场 你为什么说我是蛇呢 猴锦是六朝以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明朝了 你变了蛇还不知道 还要造罪作业 实在是可怜极了 失掉了人生 还不知道 现在已经是蛇生了 愿是可解不可结的啊 我变了蛇怎么办呢 请您好心好意救救我吧 你是梁武帝时候的人 你知道梁武帝为超度蟒蛇皇后 稀释而做梁皇宝铲的事吗 知道知道 那部梁皇宝铲是很伟大的 那么我念这部梁皇宝铲超度你好吗 很好很好非常感谢你 曹父就把梁皇宝铲恭敬前程的礼拜送念 元经的时候 女帝就及时清醒 安然无事了 诸位你看佛法无边 真是不可思议 下面再举一个事实来证明 明朝的崇祯皇帝更成年间 江下的贺宰相 有一天晚上停船在江口寻鱼嘴的地方 那天夜里 贺宰相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妙神来向他说 我是九江神宋大王 前身同贺宰相 你以及三妹法师 与我三人呢 前身是师兄弟 三妹今世做了国师 而你做了宰相 我因为一念之差 好吃婚姓 所以堕落做江神 来来往往的客上 都用猪羊三生九品来祭拜我 我将来一定会堕落到恶道里去受苦的 而三妹师呢 是一位道行高深的人 曾经超度了堕落的人很多 明天晚上他的船会停到这里 请你明天不要走 在这里多留一天 带我请三妹师来为我剑拔超度 为我拜佛忏悔 消除我的罪过 使我脱离罪账 拜托拜托 贺宰相在梦中听他说了一大套 就答应他带请三妹法师 为他办佛式拔动 第二天 三妹法师的船果然来了 各宰相就向法师说出妙神过去好吃荤的音 以及妙神要求超度的事 三妹法师就及时为妙神建水道场 斋僧共重 超见的时候忽然有一位火屠僧说 旧的江神因为这次的功德 超神出苦 现在新来的江神也归义了佛法僧三宝 并且受了五戒 从今以后 拜祭妙神必须用素菜 不再享受荤腥鱼肉了 其中有一个怪人 不相信火屠僧是新任江神附身说的话 就立刻的去准备了三生九肉 到江神庙内拜拜 当这位怪人手里拿香要拜的时候 突然跌倒在地上 并且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说 我已经皈依了三妹国士 不受血肉支持了 前天已经破火头僧说过 为什么要破我的戒呢 以后千万要注意 不可以再杀生击败我了 这个怪人清醒以后 及时的哀求忏悔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乱来了 诸位 以上两个故事 已经可以证明佛法的力量 就是这样的大 果已经成熟了 只要虔诚的忏悔 也能够使它转变 何况现在果还没有成熟 从今天起 戒杀立志 做一个新人 改往修来 这首记者的前两句 心如红炉 醉如片雪 放下屠刀 立定成佛 心如红炉 醉如片雪 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心呢 好像一个很大的火炉 醉叶好像是一片冰雪一样 诸位想想看 一片冰雪落在火炉中 还能够存在吗 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是说理 也就是释迦蒙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屠夫 手里拿着一只牛刀 上面染着星星之血 来到佛陀说法的道场听法 屠夫听了法之后 立刻就心开意解了 一边说很有道理 一边就把手里拿的屠刀放下不要了 这个时候 他就立刻证了果位 后来终于成佛了 所以奉劝诸位 现在战乱还没有来临 大家要快快地改往修来 快快地戒杀放生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真正明白 受刀兵劫的报应是过去造了杀因 所以要受杀的因果 现在只要断杀因就没有杀缘 没有杀缘就不结杀的果报 就不会发生刀兵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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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